動量很符合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葵玲 那麼今天耶 我們要來講一下音箱頭 音箱頭有什麼東西 我後面這一顆 在我們節目開播以來 就是放在這邊的 可能再過不及的時候不見 回顧過去十年甚至二十年時間 其實是一個音箱頭的年代 過去我認識過很多的前輩 在我以前在玩團的時候就跟我講說 如果你要出去表演 你有一顆音箱頭是最保險的 因為呢就是你不用被現場的東西給限制住 OK 一直講OK OK 有音箱頭的好處就是說 你可以帶著自己的音色到處走 因為過去我自己寫的很多文章都講 很多知名的樂手他們都是用音箱頭的破音 那反而不是用破音效果器 當作他們的主力破音 因為有些人可能是overzone 人家是distortion 所以我通常用主力破音來講 那主力破音這件事情 它主要是佔領你音色可能佔了七八成的時間 然後你可能有些時候你會有一些clean tone 像我們玩metal 其實絕大部分還是破音 那其實你不同的效果器 進到不同的音箱出來的聲音不一樣 就是你每次都要重新微調這些東西 音箱頭這個東西就是讓你可以保證 在每場表演的狀況下面是比較好的音色狀態 那麼音箱頭為什麼沒有普及勒 其實我覺得歸納最簡單的三件事 第一個 OK 這三個其實是音箱頭在台灣生活很不利的因素 所以說呢 隨著現在科技進步啊 我們已經看到我們前面介紹過很多的 音箱模擬效果器 介紹的綜合效果器 甚至單顆的音箱模擬像Iridium之類的 講到Iridium 我們上一次許願的時候 許願了一顆Iridium 可是不是摔沒Iridium 而是Blue Guitar的Iridium音箱 今天我很榮幸的告訴大家 我們許願成功了 但是在我面前這顆Blue Guitar 這顆不是效果器 它是一顆真的音箱頭 它是一顆地板音箱頭 所以它其實是我表演的時候 可以放在我腳旁邊的一顆音箱頭 然後這樣一顆呢 它其實解決了我們剛剛講的很多問題 第一個它的重量超輕 然後再來其實基本上價格我沒辦法報給大家 請自己去跟代理商要 我們謝謝Mont Custom 借我們這顆音箱來拍攝 這顆音箱其實基本上 跟過去傳統的100瓦音箱 因為這顆音箱是100瓦 100瓦音箱過去可能動輒8萬9萬10萬 對不對 尤其是很經典音箱 那價格更是繼續往上炒 兩顆音箱頭可以買一台HomeDat 這顆它不要看它小腳的 它其實很厲害 因為我們過去追尋的這些真空管音箱 它們的真空管 就會造成它們音色變成代表性 那這一顆小小的 它還是有真空管 那麼我們今天就先來聽聽看 它的音色吧 在基本上大部分的搖滾樂裡面 那基本上它就只有兩個channel 一個是cantone 一個是破音 那這一顆音箱呢 它有三個破音形態 一個是vintage 一個classic 一個modern 都在這邊 它三個channel主要就是看你的音色類型 你可能是一個比較搖滾團 你可能是比較vintage 你可能比較Hara一點 可能就是classic 那或者是你比較現代metal一點 可能就是modern 那我們先來聽聽看它的破音吧 我還可以聽到 它基本上它是可以做到一個 非常metal的音色的音響會 那可是那最近新出的Iridium 到底是在high game的 這顆其實我覺得已經蠻high game的 好所以說呢 那我們就是在這邊切換 就是可以切換到classic 聽聽看它音色 它自己本身內建一個boost的效果 就是說你騎掉solo的時候 直接踩它就可以boost下去了 那其實它有vintage vintage可能就是比較一些搖滾 就是盆化50年代到2000年 我覺得基本上都沒有問題的 這顆其實我覺得如果拿去完metalcore 可能收定也OK 其實我覺得這顆range已經很大了 不知道那些Vintage的聲音會怎麼樣 我來聽聽看 在我們換音箱的時候 順便進入業配主題 身為一個 同時要拍片 然後同時又要彈吉他的樂手來說 一個好的背包是很重要 而且它的容量要夠大 OK 所以說呢 我推薦一下我們的樂手槽背包 這樂手槽背包有多大呢 首先我們的 三軸穩定器 微單相機 錄吉他最可怕的地方是 你的背包竟然可以放下音箱筒 這是神話嗎 這種事情在10年前你跟我講 我還不會相信耶 現在音箱頭就在我背包裡面 OK 當然這個背包裡面還有很多東西 可是我不可以拿去見人 好 我們現在就來試試看 Blue Guitar的M1 Iridium 好 當然它既然講到它是一顆 for更metal音色的 那我們當然就直接先切到 modern的metal tone 好 我覺得其實跟剛剛的modern 同樣是modern比起來 這一顆它有一個更緊實 更現代的感覺 現在其實很多新一代的樂團 像很多劍團 他們都會追求一個更緊實的音質 因為他們可能用會更粗更低的弦 所以會降型降很多 所以都會變成說 他們音箱如果不夠緊的話 其實沒有辦法去做他們音色 隨便糊糊一片 那通常他們會去開一顆 overdrive或boost效果去 去推它的音色 讓它的音色可以更緊一點 那這一顆呢 其實我覺得我嘗試過 其實它是不太需要再加裝這些東西 這一顆真的是一顆 滿現代音色的破音 好 我們試試看 降型看看 其實我覺得在這邊音色上 它真的是一個 我覺得有一點德國工藝味道 有點像德國系統的音箱 它們有一種比較冷硬 然後可是雕塑很乾淨的破音的感覺 所以說其實對於可能比較現代一點的重金屬樂手來說 這一顆音箱的音色說不定會更對味一點 其實對我自己玩的重金屬來說 其實白色這顆M1其實對我來說就是一個非常足夠 可是當我第一次聽到這一顆音箱的時候 我就整個傻眼就 哇 原來現代音色是真的用音箱去堆疊出來的效果 這一顆音箱的設計其實蠻棒的地方是在於說 它除了表面的 EQ 以外 它側面它有每一顆 channel 的 tone 跟音量 就等於說因為可能我在切換成別的 channel 的時候 音量會忽然變小聲或大聲 OK 這邊的時候我就可以用側邊的旋鈕去推大某個 channel 音量 或推小某個 channel 音量 讓我每個頻道在切換的時候音量是很平均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蠻善解人意的一個設計 因為畢竟它只有一組的 EQ 去修它的音色 這一顆音箱其實解決了 為什麼我們以前要帶音箱頭可是不能帶的困境 那其實我覺得在現在數位時代 如果你又是一個類比控的話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真的很好用的選擇 然後它其實很多設計很棒 我們看這下面它有一個溝槽 我等一下拍一下 CAP 上面把手都幫你削好了 讓你放在上面可以很平穩的放在上面 我真的覺得這個是超貼近的設計 OK 給它一個讚 OK 現在可能有很多技術有更先進的模擬技術 然後可是也有一些人守著類比這一塊 然後使用很重的音箱頭 可是實際上就是變輕變小我覺得就是時代的趨勢 這一點是不能改變的 那類比的人他們其實現在又多了一個選擇 現在雖然很多人開始慢慢轉向 數位器材 因為它的優勢就是輕薄小 OK 雖然得跟音箱頭比起來 因為大部分綜合小遊戲還剩那麼大一顆 OK 可是像過去音色 我們習慣的經典音色 像 Slash Angus Young ACDC 然後或者是 OZ的Randy Rose 希望OZ可以早日康復 他們其實都還是從經典的徵魂管音箱出來 而且 其實數位一向的弱點 可能就還是在 它只能去模仿很經典的音色 它比較難做出很原創性的音色來 所以其實類比其實 近年都已經逐漸在強調 它這音色上面 其實很多廠商最近開始復刻很多老類比的音色 不管是Marshall 或是Vox 等等 他們都一直在復刻上過去的經典音色 讓它更原汁原味 讓這些收藏家想要收藏這些東西 那一般的民眾呢 他們想要一顆真空管的音色 想要一顆很經典的類比音色的話 其實 現在也有更多的選擇 我們的技術 讓音箱可以越做越小越輕越薄 然後維持同樣的力道 可能Blue Guitar就是其中一項吧 那麼在節目最後 大家最希望哪一家也出這種小顆的音箱頭呢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吧 我們下週見 掰掰